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些主题内容 此外 在备课用书及电子书中 我们还有素养提问的问题 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探讨 例如 再看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里面的教室 跟我们的教室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可能是在台湾的教室吗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的教室呢 透过这样看图思考讨论的过程 更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 若您希望以国际文化或议题融入的方式 来引导主题也没有问题 在Superfun的电子书中 我们有video podcast 以及stream影片等资源 可以用更有趣的方式 带学生从认识不同国家的国际文化 或是议题的探讨里面 带入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主题哦 跟着Superfun Theme Page主题引导页的设计 您可以轻松地将Topic的学习主题 以及学生的生活经验产生连结 透过素养提问 进行主题内容的探讨 此外 国际文化融入以及议题延伸的资源 也等着您跟学生一起分享哦 中文化融入 松友 节目 之后 觉得 发生, 资源, 迪远, 小金子 终于 身体